有没有说说做过的有趣的兼职 你说这个拉小推车啊 就是很简单 而且是上电梯的时候 他们人上来我就拽一下 那个车会卡在那 有的时候本来是故障 人为的辅助一下 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 他这个好像也有成本 也有时效的问题 各行都有各行的用 包括我们前面说故障欢迎 这种撑场面的人 有的时候也不能小看 当过 当过安然的 在北京白云道观 做保安临时 那段时间实在是很辛苦 然后身 我们前面提到了 很小就开始 重病 内病 内疾在身 在这个冬天过年的时候 那年没回家 没连回家 因为男子汉嘛 在支在四方 那没闯出来 回家感觉很没有交代 在自己的方向上出去 当时是跟朋友借了三千块 那才肯出去 然后结果 这个一直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那没办法 生活都是问题 就做兼职 白天找晚上住的地方 晚上找第二天白天 上网去找 简直各种的 大城市还多一点 然后三十 那天 挤公交车 左手 一个大行李 全都是衣服背 右边 我带很多书 你喜欢看书吗 其实那个时候 前而莫化的 真正开始读科外书 还不久 但是 就潜意识里 就那么喜欢书 也其实没怎么读多少 那时候 就这样 上了公交车 她不让你上 她说 你这个行李要收 就不提收费 压根就不让你上 那东西太多 那我说 你过年 我也要过年 就把她撂一句话 其实我们蛮可以 就不下车的 但是为了所谓的 自我的尊严面子 还是就是一摔手 玩潇洒 年轻人往往容易这样 结果到这走了 北京的一站路 是很远的 有的地方 走了两站路 在北京 东南 西南 东北西北 四个郊区 全都跑过 那未来一时的工作 这是一时的 那没办法 没饭吃了 在半年端盘子的时候 然后曾经 这个经理一看 感觉你这个小伙子 怎么能干这行呢 觉得好像很取材 但是还是做不过 就是因为 就不擅长这行 所以心思也没在这儿 也就做不好 推那个打滚桌子 那是真的不敢推一推就倒 那怎么办 还要赔钱 所以 就当时很有趣 那个时候也在学梅花艺术 看到那个 挂象活活的几只烤鸭在那儿 结果 就突然 第二天少了一只 我就知道那个 最小的那个 应该是我吧 就有两个又被淘汰了 就走了 卷扑开走人 又要这样折他 那还到这个 电子厂 就是劳务派遣了 但是居然干完了 还没有工资 不过有的 就是经常这种 坑人的嘛 中介搞这些 但是从其中 我们有一个好的体验 就是吃了五顿饭一天 那有蛋糕啊 有什么鸡蛋牛奶 什么的随便学